美国这次内部的事情好比公开审判 不管怎么做都会有反对的一方 就比如胡赛武庄直接说的 这就是你们对待殖民者的态度 而另一方就是他们内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终极对抗 到底谁是民主自由谁是资本都在狂飙演技 而中东这里发生了三名美军的伤亡 自之前八以冲突之后美军受伤一百余人 但是能在多次袭击中直接没了 这是第一次 美国试图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说这边事态严重升级 和着美国的命金贵 加沙地区那边伤亡两万多人造成对立 美国是不是想彻底引爆中东的火药桶吗 首先说一个态度问题 大国之争并不是传统的战争状态 而是竞争关系 前几天伊朗和巴基斯坦还有阿富汗在边境地区 那是你来我往都以为真打起来了 没想到是2024年开播的国际苦情大气 没过几天就散场了 都是做足了样子 就像乌克兰战场那边 别看美国把俄罗斯逼到绝境 但还是背地大量购买 他们生产的又浓缩原料 和当年冷战结束之后 苏联说没就没了 美国照样跑到那边唠嗑 所以打过来打过去 别较真 除了以色列没有边界感之外 大家都是没有动真格的 你说谁家的导弹系统准头那么差 真要是开打 估计打击精度 无差都不会超过一米 而现在不一样了 美国这边诉求直接升级了 我三个人没了 在阿富汗战场损失两万亿美元都没这么说 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 看看这次被袭击的地方 在约旦西里亚还有伊拉克三国的严禁之处 这个美军基地是管后勤的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周围什么情况 除了车印子之外 基本没有人来往 美国在约旦驻扎有3000余人 这个基地更多的作用是监视 有着差不多350人 而无人机袭击的目标很精准 就是诸素区 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洪海区域 美国的防空系统都没什么大的问题 这地面驻扎区域 防空系统为什么拦不住 是疏忽大意还是怎么回事 是把目标认错 还是别人找出了破绽 这是最值得怀疑的 美国在中东地区 军队驻扎点并不少 现在骑虎难下 在霸权时代 这些都是庞然大物 在如今那就是一块块疤痕 美国在这里的军事基地 搜集的位置数据信息应该不会少 有了第一次挨打 第二次也跑不了 战略收缩估计不太行 但是现在目标太分散 犯错的机会会很大 这才三个人就有点扛不住了 以前的基地袭击都是脑痒痒 现在要是精准打击 内忧外患之下 那该怎么办 美国现在面对的局势就是 拜登这边选举出现了重大问题 罗里岛的一波并没有完全消散 负债规模也在扩大 等等 这些都是大事 而现在小题大做 直接制空说是伊朗支持的 这种无中生有的玩法不是第一次 但从美国激烈的言辞中 我们看到了他们犯的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觉得这次是挑衅 对于其他人来说 何尝不是一个机会 这个基地应对不了突发情况 何况在别人的家门口 就算别人袭击上千次都行 这边的防御系统不能失误一次 但是现在漏洞出来了 到底后续是怎么堵住 而不是到处嚷嚷自己被欺负了 你喊的越冤枉 越是让人钻空子 这地面战争消耗弹药不说 另外就是战术技巧 中东这些地面部队 哪一个不是实战位出来的 美军虽然强大 但是获胜的机力很渺茫 看看胡赛武装的表现就知道了 一旦找到了你的弱点 这些人可是不会放过的 另外美国现在就是想激化矛盾 想要找个人为此次袭击背个锅 直接点名伊朗 伊朗可不承认 当时其他地方组织 估计会卵到自己身上 这出名的机会谁不愿意要 这谁里面都能打出成本千倍的差距 要是地面再出名了 那么以后 要一说谁谁谁在哪 把美军揍了一顿 那不是很有震慑力 美国也怕出现意外 直接想找到伊朗算账 希望不能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可伊朗就不愿意了 你见过我支持谁呢 别乱扣帽子 小心背后放冷箭 双方都开始想要小动作 现在就是提前明面说下 互相放冷箭的时候 到时候受伤了伤 都要忍着点 不过两国现在不会大动干戈 因为美国也知道这次弱点是放在了大众视野里 是不是陷阱谁也不清楚 反正以后大家搞偷袭的成本会提高很多 都不会轻紧妄动 这风险太高了 这又间接的证明 阿易冲突的局势又扩大 不过美国能撑到多久就不好说了 摊子扑得太大了 看来打败美国的只有他们自己人了